超大魚池 有鯊魚 巡龍魚 還有帝王蟹 你以為這裡是水族館嗎 昨天我們報導 看到這裡 世界可以享受 北韓大同江海鮮食堂 今年七月風光開幕 跟台灣熱炒店差不多 觀光客挑幾隻活魚 廚師現撈現煮 料理給你吃 競爭積極把海鮮食堂 打造成媲美預留館的 國際集餐廳 這一次文京會的最後晚餐 也在這裡解決 南韓媒體實際挺進 發現店裡甚至能外帶 魚乾或罐頭 但是一般北韓人買得起嗎 原來在地人購物 往往有撒必死 不光海鮮食堂 對外價格比較貴 平壤預留館一碗冷麵 買外國人4500韓環 本地人只要2500韓環 平壤文書水上樂園 票價同樣大宵夜 儘管售價差很大 仍有不少外國人嘗鮮 如今北韓既有文京會 順勢宣傳新開幕的海鮮食堂 勢必將招攬更多觀光客 賺進大把外揮 三天新聞綜合報導